以至s为6,较tang s加cortang s等于十二分之二十五 是求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sin s乘cos s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要来求sin s乘上cos s 但是这个题目给我们是tang s 那么加上cortang s的值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公式来背 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公式就是这两个相加 那么就会等于sin s乘上cos s分之一 所以这个值就等于十二分之二十五 那么因此我们把它求导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就得到sin s 那么乘上cos s的值 那就是导数 所以得到十二十五分之十二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sin s加cos s等于多少 所以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sin s加cos s的值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事先如果把整个所求的式子 我们把它平方 那么平方之后是sin s的平方 加cos s的平方 这两个数相加是1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把sin s加cos s整个的平方 要把它当公式来记 所以就会等于1加上两倍的sin s 再乘上cos s 所以这个式子的关系是请同学无必要熟记它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1加上两倍的sin s乘上cos s 我们第一小题已经计算出来了 等于25分之12 那么因此就是等于25分之25加上24 计算结果得到49 刚刚我们是把它平方 那么因此我们再把它求平方根回来 就是sin s那么加上cos s 那么就等于正的根号25分之49 意思就是说等于5分之7 或者是负的5分之7 那么得到这两个数值 因为s题目告诉我们是一个锐角 那么sin s就是正的 cos s也是正的 所以两个正的数相加当然是正的 那么因此负5分之7 这个数我们当然知道它是不是不合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sin s的三次方加cos s的三次方 等于多少 第三小题呢 sin s的三次方加cos s的三次方 我们就利用立方核的公式来把它展开 那么因此就等于sin s加上cos s 那么再乘上sin s的平方 减掉sin s乘上cos s 再加上cos s的平方 所以这个公式请同学 所以这个公式请同学无必要熟记 那么其中后面这个式子 sin s的平方加上cos s的平方 我们知道它会等于1 所以整个所求的式子 那么就会等于第一个是sin s 那么再加上cos s 那么乘上1减掉sin s乘上cos s 所以就会等于sin s加上cos s 我们在第二小题已经计算出来了 这个值是等于5分之7 再乘上1减掉sin s乘上cos s 我们在第一小题计算出来 得到是25分之12 所以就会等于5分之7 再乘上1减掉20分之12 就等于25分之13 所以计算结果分母就得到是125分之7乘上13 得到是91 所以第一小题要来求sin s乘上cos s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这个值 等于25分之12 第二小题求sin s加上cos s 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5分之7 第三小题利用公式 我们把它展开计算 结果来得到它的值 等于125分之9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